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我是吴玉姐 大家好,我是曹永晴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永晴,我跟你讲一个很吓人的新闻哦 在美国有一个环境生态基金会做了一个报告 它说搞不好我们很快招饿肚子了 蛤,饿肚子不会吧 哎呦,是真的啦 那个报告说在西元2020年以前 地表温度平均会升高少时2.4度 那时候我们纯人类的四大粮食 像是小麦、苞米、大豆和玉米的产量都会减少 可是啊,地球的人口却偏偏要增加8亿9千万人 变成了78亿 那时候粮食的价钱就会涨20% 有很多人就会因为买不起就会饿肚子啦 哈,2020年 那时我才 19岁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哎呦,我也是一样啊 真的很不公平耶 都是他们大人害的啦 哎呀,还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让我们开心的新闻吧 请看新闻题哦 小主播看天下满100集咯 今天小主播要带大家回顾节目的精彩片段 还要听听小记者们出外景的干谷谈 用过的铁铝罐、废弃物除了资源回收 只要加点小巧思也能让他们获得新生命哦 一起来看伊朗的资源 跟花团、服务馆 脑性麻痹患者都需要物理治疗 英国瑜伽老师让病人练习瑜伽 提高病人的生活品质 永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当然啦,今天是小主播看天下第一百集的大日子耶 嗯,没想到不知不觉 这个节目已经播了快两年了耶 嗯,还记得刚开始录影的时候 你还是个小不点 还得订个电箱才跟我一样高耶 哼,你竟然把我小秘密给说出来 不过我这可是拼命长高 现在可是跟你平起平坐了耶 那除了身高、土飞猛进之外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嗯,有很多啊 虽然小主播不仅让我的视野变广 有世界观 而且还知道如何爱地球和珍惜资源哦 嗯,除了播报新闻之外 我们还出过了很多次外景 访问过很多有趣的主题哦 没错,所以在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邀请到了很多小剧者 当然包括我跟友情一起来分享外景的心得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精彩片段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玉姐 大家好 小主播看天下从2009年5月6日开播以来 已经堂堂迈入100集大观哦 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 我们报道了很多不同的题材 介绍了亭掌奥运 皮克斯动画展 探访思草湿地 还有野柳的女王头 可以说是全台湾所透透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出外景时 发生了什么小故事吧 像我第一次出外景的时候 就是到高雄去出外景 那因为高雄的天气十分的严热 又加上我是第一次出外景 所以心里十分的紧张 花生开草而外游 好潇满一个人 最美妙的歌声 心心也跟着轻松很快 现在主播的地方就是高雄的中央公园 然后呢 所以当我刚到那里的时候 就是头昏眼花的 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 就会就是当然也会觉得非常的辛苦 又觉得很疲劳很疲惫 不过呢 我休息一阵子之后就觉得已经好多了 嗯 嗯 然后呢 在拍摄的过程中啊 因为本来都很顺利嘛 可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突然就来了一群就是要做工程的人 然后他们在那边轻轻轻轻轻轻的 然后非常非常 然后就会就是影响我们的拍摄机度啊 所以我们就只好利用他们休息的时间 然后赶快用最快的速度 然后将那个就是将那些 那个部分 对那个部分赶快拍完 好 那你这天都会不会拍到很晚啊 嗯 那天真的拍到蛮晚 大概都已经到晚上了 嗯 那是哦 嗯 真的很辛苦哎 嗯 那我来讲我的好了 嗯 上次啊我和泳琪有一起去拍那个巧克力展的外景 哇 很好吃哦 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赶快跟我一起到巧克力奇幻世界走一趟 就是没想到就是如果你要做得很要像师傅一样那么好 要练很久 对就一定要下过功夫才行 所以那次就发现到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下过功夫才能达到完美 嗯 听完了小主播于婕跟我的分享之后 还有许多劳苦功高的小记者们也要来说说出外景的干苦谈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去罗东啊 他那个路就很难走啊 就这样一关一关一关的 然后我本身体质就很容易晕车 然后所以所以就吐了啊 而且而且会吐很多哎 你有没有吐啊带着哎 有啊我就吐了带着 就不够吐啊就吐了 那次超惨的 所以你有吐到车子哦 有啊就消磨了一点时间 但是就算那样子还是得拍完啊 就那一天也很晚才回到家啊 所以真的很辛苦啊 嗯 对啊 耶 最晚了 你们看这就是我带的创作 日光宝盒 如果这宝盒啊 我可能早上六点就开着居木桃啦 在过去一百集中 还有好多小记者们牺牲假日 辛苦的上山下海 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报道 甚至在新流干流行的时候 雷万H1N1的小记者雅容 还现身说法 跟大家分享治疗的经验 教大家如何对抗新流干 一句客家话都不会说的怀屏 特别到屏东内浦乡 学习用客家话买东西 虽然遇到了不少波折 不过怀屏还是顺利的完成任务 因为所有小记者们用心的付出 才让节目越来越精彩 顺利突破一百集大关 谢谢大家 听了以上资深小记者的干控谈之后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胜利君 没错 像是我刚开始录影的时候啊 因为我胜利不好 所以根本看不到读稿机里面的字耶 蛤 那怎么办呢 嗯 最后我就好戴隐形眼镜啦 那戴隐形眼镜 会不会很可怕啊 嗯 一开始我是超怕的哦 不过啊 现在我已经变成戴隐形眼镜的高手了 哇 好厉害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小记者新鲜人们 在刚开始出外景的时候 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呢 那个在台南出外景的时候 去西门国小 大家好 我是驻台南的小记者黄子怡 看我全副合装的样子 就知道又有特别任务来了 今天我们要到这里 然后要准备开始录的时候 头就低下去看地板 结果那个鼻血就流出来了 哈哈 自然都不记掉地板脏了 所以那你这样会继续录吗 有 就是留完之后继续录 啊 留了很久 真的哦 令我最深刻的是 我陪我一个很爱牛的同学 到近视景色看一只水牛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终叶 今天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就是我的同学杨凯琛 现在凯琛要拔 等一下喂牛的草 我也要去帮他拔 然后然后到了一半的时候 突然那个牛跑过来 然后吓死了 他追你口 那牛不会被他追上 差一点就被撞了 可怕 好可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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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在电线赶后面 然后那只牛的眼睛好像不好 然后所以他之后就没找到你了 他以为你是坏了 虽然当小记者很辛苦 而且有时候会哄暖才回家 当然是可以学到别人没有的经验 而且还有很多事情都会知道哦 对啊 对啊 子余 终叶 不管怎么样都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哦 各位都是我们的前辈爷 以后请多多指教哦 对对对 请多多指教 小主播看天下的胜利军 当然不止紫衣和综叶啦 小记者新鲜人维安 第一次出外景就远征国境之南 到屏东为大家介绍同案学校 台南的驻地小记者恩豪 也带着我们一起去抢救老根牛 看看辛苦工作一辈子的牛牛们 退休后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 接下来还有更多小记者加入我们的行列 敬请期待哦 大家平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们 都是震惊八百的在报新闻 其实私底下我们也是有很活泼的一面哦 对啊我听说你是一个民俗舞的高手哎 哎呦不敢当啦 我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而且我们小记者里面也是卧虎藏红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记者的彩艺表演 大家好 今天要表演的彩艺表演是扯琳 第一招叫做平沙洛艳 哇好厉害哦 第二招叫做大鹏展翅 第三招叫落脚 哇好厉害哦 神龙白尾 哇 钓鱼 哇 哇 然后接着是最后一招 哇 谢谢大家 好厉害哦 大家好我是曹永青 我现在要表演的彩艺表演是宁苏舞 好厉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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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大家好我是吴玉杰 我今天要表演的彩艺是钢琴的曲子 弄中的婚礼 好厉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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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主播 ABC 庆祝 celebrate 庆祝 celebrate Hi, I'm Ariel Hi, I'm Min Min, you know, today's my birthday Really? Let's celebrate It's our country's 100th anniversary Let's celebrate I filed my exam today Let's celebrate What? Celebrate? Oh, oh, I'm sorry, let's not celebrate 庆祝 celebrate 庆祝 celebrate 学习来了吗?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吧 一文等一等 你要把这个罐子拿去哪里啊? 拿去洗啊,洗干净才不会找蚂蚁啊 那洗完之后呢? 当然是拿去回收啊 拿去回收 那这个罐子可不可以给我啊? 可以是可以啦 不过你要这个罐子做什么啊? 我要拿来做蜂蜓啊 做蜂蜓? 这个罐子居然可以做成蜂蜓啊 嗯,只要多收集几个罐子 把它们洗干净 然后用一条线串起来 不就成了蜂蜓了吗? 诶,对耶 喝完你饮料的空冠子居然可以做成蜂蜓 永晴,你好厉害哦 哎呦,没有啦 我只是跟大师学的啊 在伊朗有个艺术家 特别开设了一间回收物博物馆 里面所有的艺术品都是用回收物做成的 很厉害哦 沉穿的旅罐风铃洋溢在风中 水面头、蓮蓬头和热水壶组成的喷泉 还有用酒瓶做成的造景 猜猜看这里是哪里 答案不揭晓 这里就是伊朗的再生花园博物馆 这座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的露天博物馆 是当地的艺术家回资李叔叔 花了四年多的时间打造而成的开放式展览空间 你有注意到了吗? 它和一般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 这里所有展出的艺术品 全都是用二手回收物做成的哦 想不想做什么呢? 我会想做一个人家瓶的 我会想 dioxide 我会想做个社会 我会想做什么 我要坚子做个社会 我会想做什么 我会想做什么 我会想做一个藍民 我会想做昨天一 tay的 我认为了访问 但是我希望 在真正的游戏 和平衡的游戏 里面有伊朗各个朝代的民族英雄雕像 象征着伊朗七千多年的回皇帝市 可可吧 这座被青山绿水围绕的回收物博物馆 不管是户外展览区还是动库雕像区 都受到许多伊朗民众喜爱 每个星期都有四百多人特地跑到这里来参观哦 每个星期都能看到一场文化 因为我们都能看到一场文化和传统 我们都能看到一场文化和传统 我们都能看到一场文化和传统 维子李叔叔说 希望借由这些作品 展现出伊朗夫妇的族群文化 也让伊朗的年轻人更了解自己的国家 而且未来还要持续创作 把这座博物馆变成群伊朗最大的花园城堡 大家可能听过脑性麻痹 这种病是baby在妈妈的肚子里 出生时或是出生后不久 因脑部发育受损而得到的疾病 脑性麻痹吃药也不会好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物理治疗 英国有个瑜伽老师 特别为脑性麻痹的儿童上瑜伽课 希望借由瑜伽的特色 帮助脑性麻痹的儿童 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小baby陆浴室才一岁 刚被诊断出脑性麻痹 他的肺功能特别差 每次呼吸都想在打仗 妈妈带他来参加特殊瑜伽班 要帮他打赢这场被子的战争 我认为有很多的治疗 所以我认为瑜伽是很特别的 在瑜伽上你从内部到内部到内部到内部 你也在帮助脑子 我们也在帮助脑子 帮助脑子的脑子 也在帮助脑子 陆浴室现在做的是轮转式 比较公式 爸妈带他来学瑜伽 学心要用另类的物理来吧 加强他对身体的自主能力 提高以后的生活品质 脑性麻痹主要是无法控制肌肉 肌肉可能很僵硬或是很软 手指握得很近或张得很开 头习惯性弯向一边 也通常有语言的障碍 十三岁的杰克是中度残症 连捡东西起来 为自己吃饭 穿衣服上厕所 坐到椅子上或离开 上下床铺 这些最基本的事都没办法做 不过他仍然很开朗 也很聪明 在一般的学校上学 功课也不错 妈妈相信瑜伽有帮助 从杰克四岁就坚持他每天做瑜伽 因为瑜伽会让他的呼吸比较顺畅 练习深呼吸后肌肉也会放松 让身体舒服一点 现在他的免疫系统比以前强 肌肉和骨骼也比较对称 也学会说几个字了 脑心大臂其实很常见 大约每三四百个新宝贝就有一个 他们没办法适当地收缩肌肉 所以无法肌肉活动 因此肺功能比一般小孩差 抵抗力也比较弱 容易感冒 经过瑜伽附件师的特别设计 这些瑜伽动作都经过改良 专门给脑性麻痹的儿童练习 已经帮助过几百个脑性麻痹儿童 减少他们的功能障碍 加上爸爸妈妈的爱情付出 他们像肢体健全的人一样 有机会发挥最大的潜能 小主播看天下满一百集了 很谢谢大家长时间的支持 也请大家继续鼓励我们哦 没错 我们也很欢迎各位同学们 一起担任小记者 把学校或是社区里面 发生的新鲜有趣的事情 拍成影片或是用照片 加上图说的方式 记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分享哦 大家可以记到画面上的地址 或是email都可以哦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一起加入小记者的行列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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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拿出你心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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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把我们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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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个人全说声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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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热情最空快 愛 中文字幕——YK